馬祖慈悲大家好 童修問顧問說 他在拔筊跟馬祖溝通的時候 前面問一件事情 前面這兩筊是銀筊 最後第三筊的時候就拔筊 他記得顧問曾經在網路收購 前面兩筊就是肯定你的問題了 可是後面拔筊 秋筊就是他另外有補充有交代的 所以他又開始拔筊 問他說馬祖你拔筊是不是有其他的交代嗎 竟然馬祖就給他拔筊就沒有 他就不知道怎麼問了 這個童修問了這個問題 我想在這裡對寶貝的經驗也很多 狀況也很多 針對這個我提出我個人的意見 如果是我的話 問一個馬祖的問題 前面兩個銀筊後面拔筊 我一定會問馬祖 你有事要補充嗎 如果說有事要補充 我會開始要補充什麼什麼什麼 可是突然間拔筊 秋筊呢 那我一定會問他說 這個問題其實是已經有答案了 馬祖的給兩杯數有答案 不需要三杯 沒有那麼嚴重要討第三杯 馬祖的試這個意思 兩杯就可以了嗎 如果下去一杯就代表 他答案是肯定的 這個問題只要你要兩杯就可以了 你沒有需要要到三杯 因為顧問說過 比較正式啊 比較嚴重啊 必須有節者的 你不能做決定的 你要給三杯 有些東西你已經有一點肯定了 你又好壞 決定影響不會太大 我們要一杯啊 或是兩杯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說兩杯就可以了嗎 他沒有交代 兩杯就是可以啦 馬祖的OK耶 如果是兩杯 又給你咳杯笑杯 就說馬祖這個問題 沿線應該沒有問題 可是你好像要再調查一下 思考一下 所以我待會再問嗎 你必須重來 你要兩杯他說好像沒有問題 可是他最後沒有肯定 所以他需要時間去考慮 所以今天沒有辦法回答我們 也不能交代什麼 那我們就改天來問 還是待會來問 就繼續這樣跟馬祖共同 寶貝你一定要有一個原則 要很相信馬祖講的話 很相信馬祖的杯 不要碰到這樣就死路了 好像馬祖有問題 沒有一定有原因 馬祖一定有要表達的東西 你一定要想出來再繼續拼 不可以說 塞製了 馬祖你有事要交代嗎 沒有 那不知道怎麼問 沒有事交代 可是他會給你意見 或是說這個杯我現在沒有辦法交代你 改天你再來問 對不對 很多的狀況 所以你要保持一個原則 相信馬祖的杯 他一定會給你答案 不然你今天開始 你就是錯誤了 你沒有開始問 馬祖今天我可以問這個問題嗎 你一定要把這個程序弄好 要程序弄好 寶貝一定要先 你是誰要問什麼事 這個流程要懂 一定要先問 這件事情我現在可以問嗎 你會交代嗎 他說有你才可以問 或者你也不會亂跳亂跳 當然你就不知道如何去問 這是顧問的意見 寶貝很複雜 很多狀況 可是你一定要去拼 久了你去哪去拼 那一個很大原則 相信馬祖寶 可是你的程序要對 你要馬祖寶 我今天來請示什麼問題 你會給我答案嗎 這個要先問 如果他說有 他會給你答案 會要主事 你就要相信他的杯 不要中間聲 問不出結果就停了 一定要繼續問 因為寶貝是靠你自己提問題 馬祖寶是聆聽 聆聽 你自己提問題 自己給答案 對不對 他就聆聽 當他答案的時候 對了 他就給你點頭 不對他搖頭 還有其他呢 當然可以有點矛盾 就要轉一轉 轉一轉 意思說 對了後面都沒有了 都沒有聯繫三個給你了 他當然是要補充 或轉個彎 你講的不是他的意思 講的不是他的意思 他還要補充完整 最後寶貝 最後今天問的事情 馬祖教導的事情 結論 你一定要從頭到尾 一定要唸好 唸好以後 考慮都好 全部有 然後跟他竊練 一杯 才能解釋 所以顧問再分享個經驗 寶貝最重要 前面聲要兩杯 你說你會跟他 他馬祖討論很多問題 這個這個這個 都盡量要兩杯 要到很多人問的問好以後 很多問題問好以後 全部解壓到最後一杯 再切斂 就代表整個完整 如果你單件事情 都要三杯 要三杯 你恐怕馬祖博很難去表達 有時候是個系統 關聯性的問題 以上呢 是顧問的建議 跟大家分享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馬祖出北